24年前发生在中国北京天安门的六四屠城事件 在鲜血坦克和枪弹声中结束 此后六四这一天成为遇难者家属的痛 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痛 日前香港方面获得首批中共当局对六四学生运动屠杀的证物 天安门母亲运动创始人之一张先林证实 占出品的确是儿子王楠的遗物 5月12号中午香港支联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临时六四纪念馆前 向媒体展示了六四死难者王楠的遗物 这批文物包括王楠被枪杀时所戴着的头盔 眼镜 死亡证书 绝食宣言 头巾和横幅 在王楠的头盔上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子弹穿孔痕迹 而在王楠的医院死亡证明书上写有枪伤在外死亡的字句 但在公安局发出的火化证明上 却只是写上在外死亡 天安门母亲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张先林说 在儿子王楠死后 自己一直保存着这些物证 后来因为年纪大了 就委托朋友来保管 张先林表示 自己也是在记者招待会的前两天才得知 朋友把物证捐出去了 这些东西让大家看到了 让大家更明白 就连当局的这些张官的 他也不见得看见过这种实际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清醒剂吧 今年终于拿出 这是让人非常有感慨的 当时这个镇压的时候 它不仅是一个镇压屠杀过程 它最后有一个叫做毁尸灭据 销毁罪证的这个过程 据报道 这批屠杀证据通过中间渠道历时一年 由大陆转交香港 是支联会首次从国内得到的六四文物 支联会拒绝透露文物捐赠者 但表示确信文物的来源和真实性 支联会表示 这批证物将会保存到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建馆后才展出 24年来 中共当局把六四这场震惊世界的屠杀 称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动荡 并且坚称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 距离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纪念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时间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 然而六四这一伤口在中国人的心中似乎永远难以愈合 近来 有网民将当年死难者的名字逐一地在微博中转发传播